饭马任牙终于成为地表最强了 勇四郎好心为儿子做了顿饭 却没想到任牙当着几百万人的面鲜桌子 只有尼玛差点没给勇四郎气死 本想接住碗筷再尝尝 却没想到再落入手的那一刻 所有的虚拟物品都消失了 任牙看着摸登口袋的父亲淡淡的说道 老爸 你得救了呢 什么 你说我得救了 看着任牙坚定的眼神 勇四郎竟然冒出了冷汗 随后便说出了让全场人惊掉下巴的一句话 你说的没错 那汤是有点咸了 我不想承认这点才找的借口 我说谎了 我的动摇被你察觉到了 用先作字的方式救了我 勇四郎曾经教育任牙 强的最小单位是展现任性的力量 是贯彻意志的力量 任牙不但让勇四郎心甘情愿的做了饭 还逼着勇四郎为了面子说了谎 可以说再没有比任牙更任性的存在了 既然如此 这地表最强的名号就让给你吧 此言一出全场震惊 勇四郎竟然承认了半马任牙是地表最强了 可惜这个消息传遍了世界 却唯独穿不到任牙的耳朵里 能往下看的人才是胜利者 因为耳膜穿口而无法听到的任牙起身说道 当初的确是老巴尼俯视着我离开的 如果不是手下留情 我早就该被杀死了 所以是我输了 任牙的话再次引起了全场的轰动 真是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 放弃地表最强的父亲和同时任输的儿子 对立于统一的混乱是半马家的传承 既然如此 我宣布胜负一分 双方都拿出了自己最大的极限 地表最强父子打架 以平局收场 至此彻底结束 从那天之后 勇四郎便消失不见 德川见证了父子大战 心情大好 癌症竟然都自愈了 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 成为新进地表对象的任牙 因为还要上学 没法像父亲那样说消失就消失 很快便迎来了新的挑战者 奇迹界UFC格斗冠军 阿斯特拉 本以为挑战任牙是个很难的事情 却没想到德川一口就答应了 并且马上安排在了晚上 他太清楚任牙有多无聊了 这是阿斯特拉第一次见到地表最强 看似柔弱的少年 在阿斯特拉的眼里 仿佛是个吞天巨兽 比赛开始 阿斯特拉严阵一带 却没想到任牙只是缓缓地走了过去 以常人无法反应的速度 轻轻摸了下阿斯特拉 战斗就结束了 实在是太无聊了 任牙强忍着没有打哈欠 这种毫无竞争性的世界 让德川感到绝望 于是一个可怕的想法 在他的脑海中诞生了